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卢成林 再度经中华农产运销协会核定为 104年度基优肉品市场总经理 厂方员工雀跃与有荣烟 卢总经理领导有方 民国97年农产运销公司转亏为盈 渐入佳基 值得县府单位学习仿效 一早便开始巡视场区 并一一交办改善事项 这是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卢成林 由基层做起深得员工信任 在他的带领下 农产运销公司转亏为盈 渐入佳基 也让他连续两届获得了 基优肉品市场总经理的殊荣 这个都是全体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特别感谢我们县政府各级长官 平常给我们的督促鞭策 在原有的基础上 来发挥更好的一个绩效出来 县长对这个农产运销公司 在现物会议上也特别指示 应当利用现有的土地 来怎么来活化 而且能够来建制一个 不管是农特产品的交易平台 还是肉品的一个物流 等等方面来努力 让我们本县农民所生产的 柚子的农特产品 增加一个销售平台跟销售的管道 总经理获奖的消息传回公司 员工们都相当高兴 尤其要连续两届获奖更是不简单 97年又14年可以连续两遍 对着这个农产运 实在是大家都很高兴 本人在肉品市场合物 总经30年 总经理也很密切 总经理一路提示 照顾 因为总经理所做一切的作为 都是为公司在设计 就今95年 总经理就今以来 他认知在知的都是 要怎么拿完工来成熟福利 97年开始 我们就都转亏为人 97年开始 我们的经国的环境也都改观 环境的利美化 可以说都是我们老官的优等 一直到100年 100年 我们参加环境教育 也得到很好的成绩 就是总经理他做人 很自力 都医生作者 他坚持他的经营理念 公司就是一定要拼一台 卫生优先 合物一定要自相 总经理他身作者以外 他会利用时间和完工 打成一片 激励我们这个团队士气 所以说 大家跟总经理没自理 看来总经理都很笑容 这就是总经理做人的成功 因为他很辛苦 诚恳 也很破实 不说有关架子 这是一个团队来说 这是一个真好的领导同意 就对 卫总经理由基层做起 三十多年一路走来 勤扑务实 自律严谨 领导市场员工 客尊职场伦理 充分授权 受到全体员工的肯定 县长黎明珍上任之后 也期许卢总经理带领的团队 打造南投农民农产交易平台 并积极致力市场环境 卫生改善 以及绿美化的工作 让农产运销公司 转型为环境教育 户外教学的好去处 变成南投观光发展的新亮点 与此相当